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圣经是以色列民族智慧的结经,它忠实地记录了犹太民族的历史,最大限度地解释了神魔与人类的关系,为人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圣经与古兰经,佛经,道德经,是人类智慧的宝库,是人类的宝典,是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向高层生命空间发展的永恒有效的法宝。 圣经开宗明一讲的那句话是真理,但用神圣的袈裟盖住的东西,不一定全是圣物,穿上神圣的袈裟的人,也不一定全是主持。 圣经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宣扬的上帝并不是真正的上帝。 我们已经知道,上帝有八大特征,唯一,无定型,忠性,无名,公正,仁慈,超能,智慧。 智慧主要表现在建立的宇宙秩序,设计的生命程序,知晓过去未来。 那么,圣经中的上帝是否具备以上这八大特征,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亚当夏娃的背叛 创世纪中说,亚当夏娃受蛇的教唆,吃了圣经中的上帝不允许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因而违背了圣经中上帝的旨意,被逐出了伊甸园。 这个事件说明,圣经中的上帝,A,无能,B,无远见,C,不公正。 无能表现在,他一开始就是个失败者,他创造的第一对人就背叛自己,还谈什么超能? 一个经常失败的人,能让我们信服吗? 洪水淹死了绝大部分的人类,以后的人类又如何呢? 还是不听他的话? 摩西十戒是圣经中的上帝的指令,但人类遵守了几条,一条也没有认真遵守。 圣经中的上帝似乎对人类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威胁了再威胁。 若不怎么怎么样,就一定要如何如何。 几千年了,从一开始到如今,人类还是那个样子,难道就再没有什么办法了?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力量制约着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 若是这样,难道上帝不是唯一的? 人类几千年了,仍然与您背道而驰,您拖拖拉拉在等待什么? 圣经中的上帝的无远见表现在,不知道亚当夏娃要背叛自己, 不清楚自己创造的东西的未来发展趋势,无法预知过去未来。 你这个上帝能靠得住吗? 若地球要飞出太阳系,您却一点不知,你如何拯救人类? 连人都管理不了,你如何管理得到神、佛、仙、魔? 你又如何管理庞大的宇宙? 圣经中的上帝的不公正表现在,不辨是非,不讲道理。 亚当夏娃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原因有三,一是,自己创造的亚当夏娃的基因结构有问题,或者说不完美, 自己创造的东西反过来制约了自己,令自己愤怒生气, 这就像一个建筑师辛辛苦苦盖了一幢房子,工程刚刚完工, 房子就塌了下来,并砸了自己的脚,应该怪房子呢,还是应该责备自己。 背叛的第二个原因是蛇的引诱和教唆,亚当夏娃是人, 而蛇背后的力量是魔鬼、夏丹,人的力量和智慧是无法与魔抗衡的, 不去惩罚罪魁阔首、沙丹,却把满枪怒火降到亚当夏娃的身上, 把他俩逐出一点园,这公正吗? 如果一个强奸犯强奸了一个八十幼女,不对强奸犯绳之以法, 反而怪罪,小女孩长了阴道,比抗力太弱,这公正吗? 背叛的第三个原因是,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 那棵该死的分别善恶的智慧术,是谁把他栽到了伊甸园中? 栽他干什么? 在小孩子们吃饭的桌子上放一颗有毒的糖果, 这不是蓄于制造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一方面给青春少女们不断地放映黄色录像, 一方面又假惺惺地要他们保持真操, 这难道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所谓吗? 导致亚当夏娃被叛的, 难道不就是在伊甸园中摘那棵枝灰树的, 惊险毒辣的人吗? 再说,一个能创造出宇宙的人, 除了把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外, 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犯了一次错,连个改正的机会都不给, 这公平吗? 一次犯错,终生有罪吗? 耶稣到人间来,主要是为人赎罪, 因为按照圣经的逻辑, 人都有原罪, 这原罪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遗传来的, 而亚当夏娃的罪, 是因为他们吃了那颗该死的分别上个书上的果子导致的, 我们一出娘胎就背负着亚当夏娃遗传的原罪, 这个十字架背得可太沉重了, 这种逻辑推理的结果是, 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罪犯的儿子永远是罪犯, 帝、父、反、坏、幼的子女永远是黑五类, 皇帝的儿子永远是皇帝, 难怪人类的历史上特别是封建时代, 依人犯罪要株连九族, 难怪依人得道要鸡犬升天, 难怪皇帝不轮流坐, 要让三岁的无知小孩继承皇位, 原来这些都符合圣经的逻辑, 要说有罪, 首先是您圣经中的上帝有罪, 撒旦有罪, 仅仅为了亚当夏娃, 却让人类历史上的上百亿人跟着受罪, 还讲人道吗? 为什么不把亚当夏娃当时处死, 再重新造人, 难道造一个人对圣经中的上帝那么难? 人生来是有罪的,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来人间, 要受苦受难的缘由, 但这个罪绝不是从祖先那儿遗传的, 而是每个人前一世自己造的, 人说没有罪, 就成仙成佛了。